大家好,我是王若琦 警方展開特劫執法行動 打擊不專注駕駛 及違法好行人路踩單車等行動 之前誤會有可行警告 在三田圍沙角街 及日泰街的這個十字路口 一組已經有不少警員 有市民沿著單車徑踩單車 但去到盡頭仍然繼續踏上行人路 警員立即接停 調控踩單車的男人 目測整個上午 這裏大約10個人被票控 為例在行人路上踩單車 收到告票的市民要上庭應訊 經簡易自罪條例定罪 可判處罰款500元 或者監禁三個月 有市民說 知道有出發行動之後會謹慎些 警方在同一天也針對駕駛者 超出駕駛 及駕駛時使用手提電話等行為執法 警方早前表示 上半年有近400人 因為交通意外死亡或嚴重受傷 並為市民輕視安全風險 因此展開特別執法行動 事前不會有口頭警告 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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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